好 再來看到是苗栗有一個機車騎士 昨天下午行進了新東街跟金國路口的時候 跟對象的小客車發生了碰撞 這個強力的撞擊力道導致了騎士 彈飛到了造車的擋風 玻璃之後再重摔落地 當時受傷的騎士躺在地上 不斷的痛苦哀嚎 因為他的左手拇指被截斷了 右手腿也骨折 最後人趕到現場 趕快再找尋這個斷指 最後是在引擎蓋上面找到了 立刻送一場酒 一名機車騎士行進入口時 和一輛準備左轉的黑色這小客車 發生碰撞 從另一個角度的接觸器畫面來看 騎士當時直接彈飛上擋風玻璃 再滾下車倒在地上 幾乎無法起身不斷哀嚎 救護人員貨爆到場 發現受傷騎士 左手拇指被截斷 右小腿骨折 全身多處撕裂傷 救護人員一邊為他包扎固定 同時尋找騎士斷掉的手指 救護人員迅速找到斷指 立刻用乾淨紗布和生理食鹽水 一起裝進塑膠袋 妥善保存送一救治 紅色機車車頭幾乎全毀 黑色轎車整片擋風玻璃碎裂 破了一個大洞 車禍發生在二十五號下午三年多 四十三歲徐姓男子騎車行進苗栗市 新東京與金國路口 和對象自小客車發生碰撞 警方逐步研判自小客車駕駛 轉彎時沒有離讓執行車 而受傷騎士也沒有注意前方狀況 導致車禍 幸好騎士的斷指迅速找回妥善保存送醫 經過顯微手術 還是有機會可以接回 記者彭老師苗栗報導 在一條大道地連天